那你们必须给我准备红仇 要从咱们家一直铺到司马门 要不然 到那天 我死也不出咱家的门 史上最肖战皇后陈阿娇 结婚前一天胡搅蛮缠 非要汉武帝亲自到司马门迎亲 还要百里红仇铺满地 不然死都不出家门 当初汉武帝曾经许下金屋藏娇的诺言 那么 当陈阿娇真的要嫁给刘彻这一天 排场到底有多惊人 汉武帝的很多妃子都出声卑剑 而阿娇却身份尊贵 她是管桃公主的长上明珠 窦太后死时 把长乐宫所有的财物 赏赐给了管桃公主 所以说阿娇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 汉武帝很小的时候 就立着钥匙取了阿娇 以金屋主治 为了这场世纪婚礼 刘彻不仅真的给阿娇打造了一座金屋 窦太后和管桃公主作为娘家人 更上送上琳琅满目的珠宝玉器 马车拉都拉不完 这还不够 汉武帝娶表姐这里钱肯定是少不了 历史虽然没有明确记载 参照后来东汉两位皇帝 聘取皇后的价码 应该差不了多少 汉皇帝刘志娶皇后时 聘黄金二万金 那才燕壁成马数伯 一如就点 汉平帝娶王王的女儿时 聘皇后黄金两万金 为钱二万万 看来皇帝嫁娶二万两黄金 是必不可少的 按现在黄金的市价 皇帝娶个老婆 要花十几亿 皇后要是被废了 皇帝可是亏大了 幸亏是帝王支家不差钱 然而 汉武帝迎娶阿娇 实现了金屋藏娇的佳话 结局却注定悲剧 新婚夜 陈阿娇和汉武帝 因小时大打出手 而陈阿娇有娘家撑腰 自然不甘示弱 跟刘彻叫嚣 他的皇位都是 陈阿娇娘家给的 这话深深地刺痛了 汉武帝的心 有人说汉武帝 靠陈阿娇发家 靠为子夫守家 结果还个个辜负人家 实属汉朝最知名 复新汉 后面汉武帝 怎么收拾的管桃公主一家 历史上也是有目共睹 但是外戚侵权 却不是陈阿娇 必须除掉的原因 公元140年 汉武帝即位 陈阿娇以太子妃的身份 顺理成章成为皇后 之后 汉武帝因提倡改革 而触怒斗太后 不仅导致大批太子 当被迫自尽 就连汉武帝的皇位 也差点不保 彼时又是管桃公主 和陈阿娇出名 才帮助刘彻 稳住了皇位 就这么说 刘彻能在皇位上 稳稳当当坐着 给管桃公主夹克 一个也不过分 所以说刚结婚之时 刘彻很宠爱陈阿娇 同意了阿娇不许选秀 不许宠幸 任何一个宫女的要求 然而 刘彻前前后后 三年睡在娇房殿 但陈阿娇却未能 为汉武帝 生下一个孩子 古代不孝友三 吾后伟大 更何况是皇家 这让陈阿娇焦虑不安 他为了治好 自己的不孕不育症 花费了九千万两百亿 誓变天下名义 可就不见效果 但汉武帝 并没有因此嫌弃的 反而是陈阿娇的 逐渐疯魔 说刘彻有引机 这让汉武帝直接报仗 你能替这生出儿子来吗 没有子嗣 江山社稷 谁来继承 你说呀 说呀 说呀 陈阿娇无法生育 却正逐汉武帝的下怀 免除了外妻当权 以心腹打患 来简单概括一下 陈阿娇的身世有多么可怕 他妈妈是管桃公主 姥姥是窦太后 老爷是汉文帝刘衡 大就是汉景帝刘起 说白了这纯正的皇室血管 和他的皇帝丈夫打起架来 众人还指不定帮谁说话 如果陈阿娇生下皇子 汉武帝从此以后的人生 就真成了皇后一家的打工仔了 建元二年前139年 汉武帝姐姐平阳公主 敬献歌女为子妇入后宫 并很快得到汉武帝的宠幸 陈阿娇得知后多次寻死密活 结果非但没挽回汉武帝的宠爱 反而是两人关系更加疏远 建元三年 在得知魏子夫怀孕的消息后 陈皇后怒火中烧下令 夹害魏子夫的弟弟魏青 幸有公孙傲香酒 才得以幸免于乃 事情败露后 皇宫里又发生一出巫骨案 矛头直指陈阿娇 事实真相是 管桃公主看着女儿在宫里的处境 使用巫术诅咒了汉武帝 刘彻对姑母一家最后的仁慈消失殆尽 狠心废掉了陈阿娇 将其打入冷宫 原来的金屋藏娇 变成了冷宫阿娇 可后来 即使刘彻的后宫家里 达到了史无前例的一万八千人 他也没有动废出陈阿娇的念头 可遗憾的是 在汉武帝立为子夫为皇后以后 陈阿娇最后在长门宫一语而亡 接着